好,哈喽,小伙伴大家好,又到了周末,等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拆解要点的时候了,那我们今天的这台车型呢,是全新的标志508L啊,我们也是现在在直播的过程中,也是啊,这个弹幕,那个小伙伴的弹幕简直的,故意可能全中国所有的508的车主都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了,所以说呢,508这个车呢,相信啊,是很多关注人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这也是跟小伙伴去聊一下拆解要点吧,相信呢, 我们的视频一定会帮助那些愿意去自己DIV小伙伴的,因为买标志508L的人可能都是那种,那种别有,我会认为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可能是真的,可能会愿意自己去研究车车,如果说你就是仅仅就是一个带工具的话,可能会去选别的车,但是如果说你要去买辆车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选标志,或者是标志508L的车,行,还是,希望我们的设计员会帮助那些小伙伴,那现在就来看看大部分,是怎么把这台车给拆开的,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前杠,前杠呢,还真得说一下啊,这是我要不唠叨的话呢,您可能拆的过程中呢,还真是会有麻烦,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表面这一个塑料盖,是不用拆下来的,是因为呢,它的前边这一块呢,就是一些卡扣给卡进去的, 就是给塞在这里面,这里面是没有螺丝的,包括这一颗螺丝啊,都是不需要拆的,因为我当时拆的时候,我们拆的时候不知道嘛,就是跟表面上能拆就拆了,但是主的来说呢,总的来说呢,它的表面的螺丝啊,您基本上您也可以,就是看就拆,反正呢,无非就是多拆一个,下面呢,这有几个啊,就是该拆了拆,就是表面上螺丝呢,我就不多说了, 主要说一下,两边的处理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有两个和车身相连接的结构,也就是,这一个位置和这一个位置,这两个位置呢,分别都是有螺丝的,其中一个螺丝是在上面,你要想拆的话呢,记住要从侧面,侧里面,把它拆下来,同时还有一个小的铁片,它就是一个架子啊,我小玩去看一下,是,呃,这样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它也是分左右的,然后呢,连同这个螺丝和架子都拿下来以后,这一块就能处理的,它后面呢,还有一个小塑料卡构,就是这个位置,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它是会把那个铁片给窝在这里边,而且呢,它这一块是往后撤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下面这一块呢,是往外的,这个是两个使力的方向,小玩要注意一下,那下面这块呢,也是有一个螺丝,是在下面啊,然后呢,我跟小玩去, 看一下,如果你要拆的话呢,是首先要把边上,这两颗螺丝拆下来,把这往里压一下,在这一块,在这儿就能看见啊,只有一颗螺丝,记住只有一颗螺丝,因为它这个还是有一个,有一个塑料架子,我们第一次在拆,呃, PIC车型的时候呢,就傻了吧唧的,就废了半天劲,把这两颗螺丝拆下来,把这两颗螺丝给拆了,结果发现不是,当呢,你把这一颗螺丝拆了以后,这一个试板就能,这样的角度,去往后,往前拔,然后呢,前杠呢,自然就下来了, 但是呢,我们这辆车呢,因为配置比较高啊,所以说前面的电竞化设备比较多,所以旁边呢,还是有很多的插头的,小伙伴们,到时候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跟配置也有关系,如果同样,你也是这个高配的话呢,记住啊,两边都是有相应的插头,OK,好,把插头插完以后呢,这个前杠呢,就可以拆来了,好,这是前杠的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去后杠看一下, 后杠呢,拆起来就是极其的简单了,可以说啊,就是极其的简单,首先第一呢,这个边上啊,边上传统的,这个盖上边是有螺丝的,顶端有一颗螺丝,然后呢,具体位置是在这块位置啊,给拆下来,然后就没有任何螺丝了,大家可以看,也可以从这儿看到啊,也是,上面就全都是,用你的红黄之力往下,掰掰掰掰掰掰, 就能掰了,当时也别太使劲啊,您别这个抗脑给掰,碎的也不合适,简单的话说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卡口的方向,尤其是这一块,这一块呢,它是往外的立,前面这一段,你可以去这么掰,到后面这一块,你就记住啊,就是,当时呢,前提呢,是下面的螺丝,你也是需要都拆掉的,然后就可以往后去退,然后这个杠呢,就下来了, 稍微注意点呢,是后码,后面它有一个特别,习惯的一个,呃,大插头,然后呢,这个插头呢,它是这样的,它也是有一个塑料连着卡子,把这卡子往后退,OK,单手不带好操作啊,往后退,退出来以后,退出来以后,就是,这块卡子呢,是跟车身的,呃,这个位置去相连的,这有一个,同样啊,这有一个卡子,然后呢,往下,你拽就OK了,真的,你看看,人家这个卡子做的, 哎呀,真是,这卡子,我第一次看见,真的,还猛了,这个卡子,然后拆了以后呢,整个的,呃,后面的杠皮就都拆了,后面还是很简单的,好,我们来说一下,呃,相应的门的内饰板。 没事板呢,不好拆,真的是,特别不好拆,真的啊,不是说是,呃,不是说还是,是,是,是真的不是不好拆,是特别的不好拆, 首先呢,前后门呢,还是不一样的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呃,螺丝的位置,首先,下面两个门板,下面都是有一颗螺丝的, 然后下面上后有一颗螺丝 然后把试条拆下来 也是两个试条拆下来 这儿有一颗螺丝 这儿有一颗螺丝 不同的是前门板 你需要把音响的这个开口 就是这是一个音响的板 就跟这个是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是也选装了 一个尽量的一个喇叭 把这个拆完以后 这儿有一颗螺丝 后门这块是不用拆的 这里面是没有螺丝的 当你把螺丝拆了以后 发现门板纹丝不动 根本就拆不下来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后面的门板 能够设计的这么的紧 就是密不透风 我们传统说 肯定是从侧边开始下手 当你会发现 它是跟一般的车不同 它是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多了一个这个板 而且这个板是抠在它的 这叫做胶条里面的 当然说这边是有一个卡扣 你需要去拆一下 这卡扣特别容易碎 基本上拆了是避碎 所以说提前去买一个就行了 然后下面得不用拆 然后这边下手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要想拆的话 记住你要从里面下手 这个里面这一块 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紧 然后你去开一点份 然后是咔咔咔咔咔 然后你拔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同样也是这种悬浮式的 OK 那里面也是这种悬浮式的卡扣 这卡扣质量也是特别好 而且门板特别的紧 就是紧到让你欲拔不能的那种紧 这就是门的OK 好 这就是门板里面 你跟小伙伴再展示一下 这个是门里面的一些情况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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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也是再把门开一下 然后跟小伙伴去看一下门里面 门里面也是比较厚的一个防潮膜 然后呢 这是传统的情况 后门也是打开 给小伙伴去看一下 这是后门的情况 OK 好 就是这辆车我们在拆这个过程中呢 发现的一些难点或者要点吧 其实整体来说这个车呢 不好拆 真的啊 真的是不好拆 尤其是门的时候呢 就是拆门的时候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 门呢 是比较好处理的 除了那些特别贵的车 你的门上有非常多的电气化设备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难拆 例如说什么奥迪A8啊 例如说奔驰啊 其实奥迪的门板都是好拆的 但是这台508上面呢 我们见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门板是设计 所以说也觉得从在拆解的过程中呢 就会发现PSA法国人的设计呢 是真的是与众不同的 它是会在非常多的细节上面 在那些我们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的地方 去下非常多的工作 而你下来这么多功夫 可能就是满足了你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点 就它会用很多的心血 就是会用很多的功夫去满足你 一个特别稀小的一个需求 可能这就是法国人在生活中的那种浪漫 或者是精致的这种精神 带来的法国的工业产品 也是要符合这种性格的 行 这就是拆门要点啊 我们不接着说太多了 行 希望我们的拆拆要点能够去帮助那些愿兴DIY的小伙伴 尤其是这辆标志508L 相信也是有很多小伙伴去关注的 行 今儿呢拆拆要点就跟小伙伴聊到这 我们下辆说再见 拜拜